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记者道路上跟上一层楼 但像很多怀赛不遇的大师一样 领导根本不相信 清发没有采访大新闻的能力 这天 清发的任务是 采访跳广场舞的小伙 因为他根本不喜欢这个任务 所以采访也就草草结束了 晚上下班回家 他路过一个码头 离着老远看去里面乱糟糟的 还有枪声发出 敏锐的嗅觉告诉他 有大新闻来了 果不其然 这是一群黑帮在想解别人货物 他连忙拿出电话 把事情告诉报社主编 但人家根本不理他 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就在这时 突然四肢乌龟从天而降 把这群黑帮打了个底朝天 清发美联盟拍了几张照片 但因为是晚上 手机相处又差 所以拍的照片根本不清晰 第二天上班 清发美把昨晚的事情 讲给领导听 但是报社没有一个人 愿意相信他 他又拿过出 新鲜照片证明 变形四肢会武功的乌龟 打破了他们的世界观 但清发美不甘心 于是他安小决心 一定要查个明白 而另一边 那个黑帮因为抢劫任务 被乌龟捣乱 所以他们绑架了地铁上的人 想利用他们 拧出那四只乌龟 果不其然 四只乌龟出现了 因为功夫太强 那群黑帮还是没打得过 被绑架的人全部破旧 并开始拼命逃离 但清发美却跑回去 只为了拍一张 清晰的照片 就在他拍完照 那离开的时候 他被乌龟发现了 因为乌龟长进他下人 清发美当场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照片已经被删了 在家里 他想想小时候 自己救的那几只乌龟 原来当年 他爸爸和一个朋友 从事研究变种基因 后来他爸爸发现 朋友其他坏的想法 于是在关键时候 摔毁了整个实验室 而自己当时 拥出了四只乌龟 和一只老鼠 当然他也不确定 这四只乌龟 是不是当年救的 而这一边 因为自己相貌被人类看见 于是连忙把清发美抓了回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身边 有四只乌龟 和一只老鼠 而这群动物 已经长出人形 这是老鼠跟他说出的事情 原来当年 清发美救了他们之后 他们来到这个地下室 因为体内之前 被注入了变异基因 他们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慢慢长出人形 后来自己 在地下室发现一本武功秘籍 另用秘籍 慢慢缴获了这四只乌龟武功 他们还在垃圾堆里 捡到了适合自己的武器 可就在这时 一群黑衣人突然出现 因为这次 他们是有备而来 所以最后 其中三只乌龟被抓了起来 老鼠也被打得咽咽一息 接下来 另一只乌龟和清发美 开始了解救之路 他们很快查出 这件事就是之前的黑帮干的 而黑帮的老大 就是当年爸爸的朋友大坏蛋 等他们到了黑帮老巢的时候 大坏蛋已经抽出了 三只乌龟的变异血液 然后带着血液离开了 后来他们一起开始 寻找大坏蛋 而大坏蛋这边 他研究出乌龟的身上 有一种自我修复的血清 于是决定 向城市发射变异毒气 然后又解药血清 大捞一笔 并控制城市 后来四只乌龟 赶到和大坏蛋大战 他们各自用出一次的绝招 最后四人合体 才打败了大坏蛋 阻止毒气释放 解救整个城市 最后他们利用血清 救回了老鼠 四只乌龟 也继续摊上了保护城市路程 电影结束啦 看完视频 如果你们刚好喜欢 请一定要关注哦 拜托了 各位小哥哥